我问他那你还有什么要求 没有了 他说我在那边已经有了这些功德 就真的很好 老师的音乐会票的功德 他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比你烧多少纸 他说都要强得多 说有些纸到那边根本就不是什么金啊钱啊 因为我就07年就来到马来西亚了 在这边已经十几年了 当中说15年的时候 我的先生突然间就过世了 那个期间姑娘女婿儿子媳妇孙都在马来西亚 过世了这几个孩子就回 我没有护照啊 你回不去啊 你想买官你也飞不回去啊 过去就过去了 也是这么多年了 所以心里面也觉得很亏欠了 自从我加入超马得到天地很多的礼物 后来老师就讲说三朝普渡了嘛 我就一直在新法里面邀约他呀 也希望说他也能加入超马里面 后来我就跟富能量沟通啊 我说我真的很想啊 说给我的中国那个老公啊 买五张音乐会票 你要是同意的话 你就点点头 如果说你不同意 你可以让我摇摇头 你给我提示一下 你让我感觉一下 真的很感恩 那一天富能量真的就同意了 同意了我就回向五张 导师这音乐会票 过了三天 我还很好奇啊 就想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就是这个东西 我已经决定说买票了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呀 我做完新法了就想啊 我就说那个富能量 我想真的想和 跟你沟通一下呀 跟你沟通什么呢 说我真的给我的前一老公 买这五张音乐会票 他真的收到了吗 我说如果收到 你就点点头 如果说没有收到 你可以摇摇头 提示我一下 我光说到这里的话 突然间我这眼泪就来了 自家哭的 哎 我说这你哭什么呢 大概就得哭了二十多分钟 我说我要说错话呀 我可以忏悔 我说我可以给你赔礼道歉 后来突然间就讲话了 就跟我嘴里面就讲话了 就说我是来很感谢你 我说你是谁呀 你很来感谢我呀 他说我就是你前一人的老公 我来很感谢你啊 感恩你 说给我买这五张音乐会票的功德 你回向给我了 他说我博士这么多年啊 我就在下面没有合法身份 就像老师经常说 每个人说死事不都有那张表吗 我们家乡就管他叫那张表 就没有给他打得很清楚 就是说黑人一个 你到那边也不合法 因为你没有手续啊 没有正常手续 就像我们在这边 没有做出那个合法工作准证 你就是黑人一个 那我问他 那你这么多年 孩子们去给你送钱啊 到你墓地去烧纸啊 给你送钱啊 他说我都没有权利去拿 他说我不合法呀 我根本什么都得不到 他说就像讨饭一样 东讨西要的就是这么多年 他说我就来特意告诉你 你当你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我了 我就收到了 我收到之后 我的身份变成合法了 他说不但我的身份合法了之后 他说我还比普通人 我还高出一等吧 就说好像能做一点小事吧 就像小组长似的 我说我也这么多年很亏欠你 后来他说你没有亏欠我什么 这就是每个人的命 他说你要约了我 他说我也学了一些 我也很希望看你那一本书 我问他那你还有什么要求 没有了 他说我在那边已经有了这些功德 就真的很好 他也说我 你记住了 说老师的音乐会票的功德 他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比你烧多少纸 他说都要强得多 说有些纸到那边 根本就不是什么金啊 钱啊 他说根本就不是 他说真的 他说什么都不是 他说有了这些功德 你做什么都可以的 他说到哪块都通用 就像咱们说 哪个钱币啊 到哪里都通用 比钱币还要好用 就是这样子 说完了 我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真的说很感恩老师 说能给我们 能有这次机会 这些买音乐会票 把这些功德呀 都回乡 给说过去的人 说咱们说 现在咱们自己能做功德 真的很感恩 这个功德 真的是很大的一份功德 我也是 унк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